现在的都市人很少对人微小 每天我走在街上 如果有陌生人对我笑的话 我都会觉得对方有所逃谋 不是因为我不友善 而是因为之前碰过太多 他对我笑 其实不过目的 是为了我和我推销产品 欣赞里面我自己都很少对陌生人微小 除非是为了问路 这样说来我都算是有所逃谋 所以古语有云 无事献恩勤非奸即倒 在这方面大人就比不上小朋友 在学校里面 每当来到一个新的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通常都会围着他 好意情地问来问去 因为在他们心里没有防备 所以小朋友之间交友仪就比较容易了 前几年我搬到来现在所住的这个社区 发现邻居们之间都非常乐于彼此微笑和打招呼 特别是对我这个新搬来的人 他对每一个真诚的微笑 都给了我一种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现在我都习惯对陌生人微笑示好 如果人家论识给我们微笑 我们可以先主动送上他们一个友善的微笑 这样周围的环境气氛都有所改变 就好像《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那样说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